第二百七十九集 打脸小白花 正想着该如何扭转局面 周雪儿想起怀里的乖乖 眸光暗淡的道 对不起 可能是乖乖的皮肤病越来越严重 我心情不太好 林展健壮心软下来 好了 大家也都别动心了 雪儿不是故意的 她就是着急给乖乖治病 周雪儿抬眸看向周围人 除了林展 几乎都是无动于衷的表情 心中有些怪异 平时这个时候 大家都应该发自肺腑的 夸她善良才对呀 她知道说多了反而刻意 可现在这种局面 不说又不干 想吧 她动情道 不管乖乖的病能不能治好 我都不会放弃她的 哪怕她的皮肤病传染给我 我也不会放弃的 虽然这样说 但她其实早就查过 全类的疾病是不会传染给人的 她边说 便将乖乖举起 用脸颊 躺着她的皮毛 欲气十分心痛 林展 她想阻止 却没来得及 苏衍意味不明地 看了眼周雪儿 漫不经心道 能有这份决心 不易 周雪儿以为苏衍真在夸她 暗自笑了笑 还是这招好用 确实不易 一旁许久未出生的伯云里 早就看穿了她的伎俩 神情松眷 慢吞吞道 毕竟 像细小 犬温这种犬类疾病 确实不会传染给人 但皮肤病会 温妮点点头 小野的未婚夫还挺懂 周雪儿刻意拿脸颊 蹭小狗皮毛的做法 不是缺乏常识 就是哗众去冲 周雪儿文言 举着乖乖的手 明显一僵 她一直以为 犬类疾病不会传染给人 才敢这样 难怪她最近总觉得浑身发痒 可刚说完那样的话 又不能立刻把狗放下 她表情十分难堪 只觉得乖乖身上的病菌 正源源不断地往自己毛孔里钻 坐立难安 苏衍看着她的反应 半眯起毛子 不论如何 乖乖是无辜的 小狗不过是五六斤的样子 很小 很瘦 几分钟之后 苏衍也换了件屋子 戴上应用手套 跟光夏 对乖乖进行检查 文言里陪在一旁 温妮与思情去忙别的了 林展和周雪儿在屋外等着 林展原本要说带周雪儿去洗下脸 但周雪儿染着难受 硬说不用 不然太打脸了 研究所条件便利 苏衍也准备取样进行化验 分清是真菌感染 还是细菌感染 才能对症下药 取样时乖乖不老实 总是乱动 苏衍也抱着乖乖 朝博云里抬了抬下巴 博云里明白她的意思 没说什么 从一旁抽出两只手套戴上 结果乖乖 对她来说 这只浑身不对称 脱毛 皮肤病极为严重的小狗 绝对使她的死穴 潔癖强迫症双向死穴 更何况 她本就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 但是 唉 只要苏衍也喜欢 乖乖随时 就能变成伯九的弟弟 苏衍也拨开乖乖的毛 开始取样 她不时朝博云里看一眼 见她表情紧绷 似乎还屏住了呼吸 吃笑一声 怕她咬你 你还怕咬 你不是最喜欢被咬 博云里挑眉 小姑娘这是在说 她那晚让她再有一次的事 博云里意味不明地盯着她 她侧脸低头取样 头发别在耳后 照亮的耳垂露了出来 清秀又干净 耳垂上鲜嫩的皮肤 在灯光下染成淡黄色 小小的金色绒毛 软绒绒的 很是可爱 我从来没有说过喜欢被咬 博云里俯身凑了过去 贴着她的耳垂 欲速缓缓 寻寻善诱 我只喜欢 你 咬 我 他有意无意地暧昧咬中了 你 咬 我 三个字 离开时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薄唇擦着她的耳边离开 微凉的触感 蹭着她的耳窝 稍纵即逝 苏野的眼皮颤了颤 手上的动作一顿 她的唇是凉的 她耳边却是热的 微微的窒息感 蔓延开来 门外 周雪儿和林斩并排坐着 林斩正在低头打游戏 周雪儿忍着脸颊上的搔痒 有些心不在言 苏野 姓苏 他们周家和苏家 还真是水土不服 之前他就听奶奶提过 他们周家以前是开报社的 原本做的风生水起 后来被一姓苏的家族压制 说他们炒作不识新闻 报社的声音越来越差 当时奶奶手下有个姓顾的编辑 吃里扒外 一直在帮苏家 后来被奶奶开除了 最后 苏家恶有恶报 臭事被人揭发 一个姓荣的人 将那些证据 爆料给他们报社 报社借着报党苏家的头条 最后又赚了一大笔 也就是靠着这笔钱 周家才能移民S州发展 小祖宗们 第二百八世纪 谁爱喜谁喜 只可惜 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 报社这种产业 很快就被时代淘汰 周家也如江河日下 日暮图穷 周雪儿知道 父母倾尽全力培养她 是对她寄予厚望的 思绪刚要飘远 脸颊忽然搔痒起来 都怪怪怪 害得她今天这样狼狈 就当她表情渐渐阴冷 突然听到 旁边响起林展的叹息声 唉 真为乖乖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周雪儿一顿 输得心虚 几秒后 她迅速调整好表情 看向林展 弯着眉眼 怎么这么说呀 林展结束一句游戏 啊了一声 开玩笑的 乖乖单独跟表哥和苏苏在屋里 谁知道我那个个性张力极强的表哥会对苏苏做什么 还能好好给乖乖看病 周雪儿偷偷吐了口气 他们感情可真好 一小时后 化验结果出来 不太乐观 跟苏也想的一样 真菌细菌混合感染 乖乖太瘦 抵抗力太弱 对症的药膏 苏也要等到回别墅再配 他先给乖乖开了些现成的药 研究所没有 林展出去买的 林展看着药单觉得挺稀奇 开的这些药 有宠物用的 有儿童用的 有的是跟皮肤病有关的 有的压根跟皮肤病没有任何关系 但这正是苏也神奇的所在 只有完全精通药力的人才敢这样搭配 这些稀奇古怪的药配在一起 反而能起到最好的疗效 同时 苏也这边 他找了个垫推子 戴上口罩 给乖乖推毛 皮选严重的地方 周围的毛发要多推掉一些 方便上咬吸收 固定乖乖的任务 还是交给博大总裁 总裁肯定是不喜欢狗的 但是狗 貌似很喜欢他 乖乖在他的手里一点也不乱动 很听话 就跟遇到了同类一样 这是骂总裁狗吗 结束后 乖乖睁着圆圆的眼睛 老老实实的坐在台子上 歪着头 盯着面前两个颜值超高的人类 他这会儿醒了 稍微精神一点 该推的地方推完 乖乖毛茸茸的头顶 一边高一边低 很朋克 身上的毛更是一块一块 叹刺不起 博云里尽量克制自己不去看他 可这狗偏偏就喜欢他 奶生奶气的汪汪的叫着 还往他身上凑 想让他抱 博云里不小心跟他对上眼 头皮一阵发麻 反正也搞完了 他直接摘了硬手套扔进垃圾桶 走到屋内洗手台处洗了下手 然后看向苏野 你也来洗 哦 苏野哦了一声 随便挤了点消毒洗手液 洗得很敷衍 洗完 甩甩手 转身就要离开 重洗 博云里毫不留情地叫住他 苏野回头腻了他一眼 想着 这是温尼的地盘 不是在家 别跟他一般见识 然后不情不愿地回到洗手台前 又挤了一遍洗手液 博云里就挺严厉的 他盯着苏野的动作 指编没写 苏野咬咬牙 搓了搓指缝 还有指甲 手背 手腕 操 苏野抬手啪的一声 关上水龙头 得寸进尺 谁安息谁喜 孤奶奶不测诺 不应该不测诺 博云里垂眸 盯着他撂挑子的小表情 看了半天 忽然倾笑一声 重新打开水龙头 半强制地扯过他的手 将他的手 拽到水流之下 不听话 那就签字给他洗 他仔仔细细地 清洗干净 他每一根手指 苏野倒是没挣扎 只是有些不自塞地别开头 博云里动作不紧不慢 看起来挺懒散 两人的手指 在水流下纠缠在一起 白色的泡沫 从苏野的指缝间溢出 他的表情 渐渐耐人寻味起来 但面上却不露声色 洗好 关上水龙头 抽了几张纸巾 帮他擦手 然后松开他的手 若无其事地后退一步 似乎在故意拉开 他们之间的距离 他怕自己忍不住 联系一下 苏野称了称眉心 洗脸干什么 我给他推忙的时候 戴口罩了 博云里指了指 他眉眼内屈 听不好商量的样子 还有口罩遮不到的地方 苏野歪头 挑眉 逆着博云里 难怪要站在离自己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原来这个洁癖是嫌自己刚刚给乖乖推完毛脏啊 他勾唇斜思一笑 非但没有洗脸 反而伸手敏捷地朝博云里扑了过去 看 他扑过去的瞬间 博云里下意识又后退一步 后背靠着墙壁 见他这副反应 苏野兴致更浓 直接扑到他身上 薄云里控着他的肩膀 他就挣扎着往他怀里蹭 直到整张脸都结结实实地贴到他胸口上 蹭啊蹭啊蹭啊蹭 非要将脸上不存在的细菌都蹭到他身上 将他逼疯 小耳朵们 第二百八十一集 再蹭下去要出事 隔着衬衫 波云里感觉到胸膛一片火热 一旁乖乖以为两人在吵架 汪汪两声 台子太高 他不敢跳 只能焦急地在台子上躲步 墙边上的二人根本没有理他 波云里蹦着声音 正好 别蹭 我就蹭 苏野正蹭到镜头上 再蹭下去 要出事 随着声音在头顶落下 苏野发现身下的男人 似乎放弃抵抗 就那么渐渐地靠着墙 控着他肩膀的手 也松开了 苏野抬头 对上他那双 深不见底的眼睛 出什么事 波云里 屁腻着趴在自己身上的小姑娘 他现在的姿势 就像只摇着尾巴 偷怀送抱的小狗 出什么事 他低声重复了一遍苏野的问题 笑 那就是你名义上的父亲 不让我现在做的事 苏野 好像明白了 而且他也注意到 自己此时的动作 挺尴尬的 他整个人的重量都趴在他身上 双手撑着他肌力结实的胸膛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 他手指微曲 扣了扣 还挺硬 波云里察觉到苏野想要撩完就跑的企图 突然将臂弯穿过他的腰肢 一把将人搂入怀里 他手微微用力 两人贴得很紧 我踩你脚了 苏野威胁的话还没说完 波云里低头堵住他的唇 考虑到林展在门外随时都可能进来 他这次吻得很轻 痒痒的 很勾忍 也就一分钟吧 他放开了他 他击手 用指腹牵牵蹭走 他唇上残留的尸意 然后顺着向下 捏住他的下巴 微微晃了晃 苏野 别再考验我的忍耐力了 站在台子上的乖乖 呆了 打着打着 怎么就能亲上了 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们是真狗 完事之后 苏野叫门外的人进来 然后告知周雪儿配药比例和涂药方法 周雪儿表现得十分重视 甚至将苏野的话都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就怕哪一点疏忍 他记得过程中 苏野下意识地抬手摸了下唇 又瞥了眼薄云里 这人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就跟没事人一样 乖乖都比他兴奋 苏野差点以为 刚刚跟自己接吻的是乖乖了 周雪儿将所有的事都记好和对了一遍 然后才一脸关心地问 苏小姐 乖乖的病大概多久能好啊 苏野轻壳了一声 大概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这么久 真麻烦 周雪儿暗自扯了下唇 面上却是很宽慰地笑了 太细歇了 苏野倚着台子 乖乖就趴在他身后的台子上 周雪儿准备抱走乖乖 苏野看看他 好像在思考什么 没让开位置 林展直接绕过来 抱起乖乖递给周雪儿 然后一副了然地 看向苏野和博云里 跳了下眉 我们赶紧撤 不耽误你们了 是中心的公寓楼 小区装修挺小资 挺现代 一看就适合年轻人 林展一直将周雪儿送回家 1303号门口 周雪儿笑得又细又软 谢谢你送我回来 林展扬唇点头 然后弯身看向乖乖道 拜拜 乖乖好像是困了 先用后腿挠挠痒 然后趴在门口伸了个懒腰 小爪子张得大大的 露出粉色的小肉垫 身患皮肤病的狗狗 其实浑身搔痒疼疼痛 很不舒服 但是狗狗耐受力强 一般不会表现出来 周雪儿目送林展进了电梯 才关上房门 门内 周雪儿没换拖鞋 她靠着房门 头低低的 狠简灵的刘海 垂下遮住眉眼 看不清表情 乖乖歪头看着主人 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问号 她只起身子 拔着周雪儿的裤腿 想讨喜欢 周雪儿缓缓看向她 乖乖对上她的眼神 突然露出害怕的神色 此刻主人脸上 不见平时的甜美笑容 却而带知道 是一双极其冰冷 阴质的双眸 乖乖两条前腿 不安的躲着 想上前又有些不敢 她哼记着 旺旺叫了几声 试图跟主人沟通 周雪儿烦得不行 吏声大吼 滚开 今天这么不顺 都是因为你 扫把星 一身皮肤病恶心死了 一门之隔 周雪儿完全像变了个人 此时的她 阴暗可怕 甚至有些蜂魔 第二百八十二集 风批圆形毕露 她抬着下巴 俯视乖乖 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狗这个东西 真是蠢得要命 她只给她个笑脸 偶尔摸摸它 她就对它忠心不二 根本看不出 她内心有多嫌弃它 前一阵子 Z市娱乐圈掀起一阵 领养代替购买的热潮 她为了蹭热度 才收养了乖乖 养一只狗也没多麻烦 却能给自己带来一大波赞美 现在粉丝都知道她爱狗 叫她小天使 前一阵子粉丝签书会 她把乖乖带去了 结果那天暴雨 乖乖浑身湿透 她没管 一个周后 当她再次抱着乖乖出去参加活动 却发现她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 本以为给乖乖治病 也能上热搜 可今天她才知道 狗的皮肤病 竟然能传染给人 真是好人没好报 如果自己这张脸毁了 变得跟乖乖皮肤一样 那她就完了 想罢 她将包包往沙发上一扔 怒气冲冲地走进洗手间 将乖乖关在门外 她反复洗了很多变脸 才觉得不那么痒了 趁着浴缸放水的空档 将脱下的衣服直接扔进垃圾桶 一脸嫌恶 试过水温 她坐在浴缸里 头向后痒着 身子慢慢下滑 直至将自己 没入水中 今天 她不过是让苏野倒杯水 头那样道歉了 林展坚还向着苏野说话 想到这儿 不仅促起眉头 十分烦躁 相亲前 周雪儿妈妈 跟她介绍过林家的情况 说林家不仅条件好 更重要的是 是跟博家的关系 用博家做靠山 林家前途四季 绝对是个很好的归宿 不过 这都是妈妈说的 周家现在落根在S州 一个挺普通的小城市 妈妈难免眼界狭小 可周雪儿在Z市待了这么多年 见过大师 妈妈说好的人 她不一定看得上 她总觉得京都来的人 跟Z市本地人比 要矮一等 他们到底是有钱的爆发户 还是真正的上等人 还有待考察 周雪儿独自一人 来Z市打拼 为的就是出人头地 可不能随便找个人就嫁了 一旁手机铃声响起 她钻出水面 抹了把脸上的水 看了眼手机屏幕 电话是罗克打来的 她没急着接 而是先洗完澡 换了身干净的家居服 走出浴室 窝进沙发里 才给罗克回了过去 语气真诚的 不好意思啊 才看到您的电话 罗克嗓音唇厚 雪儿 每次你没接电话 我总会担心 你是不是出事了 你到家了吗 今天又跟爆发户见面了 周雪儿只选择回答其中一个问题 她边擦头发边倒 刚到家 罗克长叹一口气 唉 雪儿 你那相亲对象 刚下飞机的时候 我特意去看过了 就这种爆发户 喝过太多了 跟我根本没法比 周雪儿没等她说完 特意岔开话题 对了 社长 这个月的稿子 这周内我就会交上去的 狮子出版社社长 罗克对他有意思 这件事 他早就知道了 罗克的条件很好 名副其实上流社会贵族 不仅出版社搞得风生水起 而且在Z市政府也有不少朋友 人很有魅力 据说早几年参加过FI赛车比赛 还得过名次 只可惜 他离过一次婚 所以周雪儿一直没有回应他的追求 他知道一个道理 得不到的 永远是最好的 他不同意 反而让罗克对他越来越殷勤 这几年 他能在文坛迅速崛起 跟罗克的帮助 是脱不了干系的 正想着 电话那头的声音再次响起 狗子急什么 雪儿 我比你有经验 你应该相信我 你说他表哥厉害 那他表哥入天网了吗 周雪儿给自己盖了个毯子 他说 他也不清楚 你太单纯了 不清楚就是没入的意思 说不定他连天网是什么都不知道 雪儿 我在天网 可是有毕级权限 就在这时 周雪儿感觉到腿上一沉 低头 使乖乖 乖乖 见主人在笑 以为他心情好了 直接跳到他盖在腿上的毯子上 周雪儿刚洗完澡 而且这毯子很怪 可乖乖一身的皮血全粘在毯子上 他表情瞬间阴狠 直接暴躁地扯住毯子 力气极大的将毯子甩到地上 乖乖被毯子惯性带着 直接飞出去老远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直到撞到电视墙才停了下来 他缩着身子 痛苦地嗷直叫 周雪儿没有丝毫怜悯 十分嫌弃地扶了扶身上的灰尘 罗克听到声音 雪儿 我怎么听有狗叫 你没事吧 周雪儿没有任何质疑 张口就来 乖乖太淘气了 不小心从沙发上掉下去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罗克知道周雪儿心地善良 最爱狗 只撂下一句话 就匆匆地挂了 明天我去会会的表哥 小祖宗们 右下角点赞收藏和评论 谢谢 第二百八十三集 不得了了 同时别墅区 苏也从研究所回来 给周妈写了张单子 里面有给乖乖做药膏需要的药材 还有一些他之前查过 只有S周才能买到的绣药草 周妈是管家 按照博云里的意思 昨天特意去某知名家政公司里 挑的金牌女佣 专门负责照顾苏也的起居 管家特意挑了一个经验丰富 以前伺候过不少贼是名人的女佣 而且也是华国人 周妈今天第一天上班 这会儿 对于别墅里各项大小事宜 已经驾轻就数 他接过单子 神情恭敬地退出了苏也的房间 轻声关上门 打开单子看了一眼 他虽然不懂医 但爱好养生 苏也方子里的药 他听过几个 其实少夫人要买点药材 他不该有二话 但他认识的这几种药 实在贵得可怕 周妈以前也做过某些夫人的贴身女佣 不管那些夫人多受宠 但他们得到的宠爱永远是有额度的 周妈掂量着这张单子 心里浮起一丝虎疑 少夫人要买这么贵的药 少爷知道吗 想想 还是先悄悄找管家 管家表情淡定地听完他的叙述 大概扫了眼单子 轻笑 贵 只要花钱能买到 你就谢天谢地吧 如果买不到 你也要想办法弄到 宗妈略带差异地张了张口 管家 您确定不要问问少爷 要是少爷怪罪下来 我一年的工资可都不够顶啊 管家笑笑 没多说什么 你的工作就是照顾好少夫人 少夫人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别的不用考虑 少夫人开心 就天下太平 宗妈拧起眉头 昨天在家政公司见到管家 还觉得她挺稳重老程 可刚刚她那句话说的 真像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人 明白 宗妈略有些迟疑地点点头 管家为了确认她是否真的明白 又问 我再问问你 如果将来 少爷和少夫人意见相处 你听谁的 这个问题宗妈最拿手 她直接抢答 管家放心 谁出钱雇我们 谁就是主子 我当然听少爷的 这个我拎得清 管家摇头叹息 唉 错 宗妈瞪圆了眼睛看她 错了 管家看了眼四周 然后俯下身 压低声音道 要听少夫人的 因为少爷最终啊 也会听少夫人的 房间内 苏也架不住雷杰半个月来的软磨硬炮 终于同意 将她也拉进 爷爷群 雷杰开心坏了 为此 她特意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 微信名 沿用老大曾经给她的备注名 粉色豹文 家群不为别的 就是不想被其他老头比下去 其他老头都有的群 她也要 苏也看着群里的爷爷们 为欢迎新朋友疯狂刷屏 同时 似乎听到隔壁屋里 有手机震动的声音 她耳朵贴着墙壁 听到不太准却发现了 总觉得隔壁手机震动的频率 跟爷爷群里弹出新消息的频率 好像差不多 是巧合 博云里没家群吧 家群的不是那个阴晴不定又小气 不愿意帮她养兔子的彬彬吗 隔壁屋 贼市现在是晚上 但华国是白天 博云里将笔记本电脑开在一旁 视频那头链接的 是跟博士高层的视频会议 各部门经理在做汇报 报表内容 陆文斌已经提前传真给她过目了 所以这会儿 她只是大概听着 手上卷着本 X语的原文书在看 嗡嗡的震动声 从抽屉里传出 博云里反应不大 抽屉里的手机 是彬彬的那只 从前她经常看 是想知道小姑娘每天都干了什么 可现在小姑娘就在她隔壁 她要想知道 直接串个门更方便 可是几分钟过去了 手机还在这 她将书扔回桌子上 打开抽屉 拿出手机 看到第一条就是 粉色爆纹 请大家以后多多指教 以后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别跟我客家 薄云里沉默 粉色爆纹 他之前在苏爷手机上看过他们聊天 粉色爆纹当时说 打 真打 然后苏爷说 他是卖内衣的 男的 薄云里 薄云里唇角微抽 群里新消息层出不穷 薄云里骨节分明的手指向下滑动着 找到了被顶掉的刚刚那条 他仔细看了一下 粉色爆纹 以后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别跟我客家 粉色小星星 这是在爷爷群里 促销内衣 小祖宗们 第二百八十四集 马甲掉了 愣神的功夫 又来了一条新消息 见面直接跳到新消息处 遵纪守法小宅 艾特粉色爆纹 好的哥 小弟还只有这方面的需要 薄云里呆了 卖 卖出去了 听称呼 还是个老哥哥 紧接着又是一条 为你而战 艾特粉色爆纹 薄云里 把你电话留给我 我跟你私聊 薄云里直接 震惊 震惊了 这真不能忍 他稳住心神 长指在屏幕上敲了几下 彬彬爱他为你而战 什么需要 您可以告诉家里管家 没必要跟他私聊吗 博战 博战很快回复了 博战很快回复了 为你而战 艾特彬彬 我找管家干什么 管家哪认识 编程方面的人才啊 编程 薄云里手指一顿 下一秒 粉色爆纹 爱他彬彬 我是M国民间艺术家 兼业于黑客 请多多指教 握手 点GPG 薄云里盯着屏幕 静默了好伴上 终于滴滴骂了一个脏子 他摘了眼镜 轻压太阳穴 狭长的眸光 缓缓落向隔壁 神他妈卖内衣的 竟然是雷杰 小姑娘小谎话张口就来 害得他这段时间 频频的梦见 粉色爆纹 公寓1303号房 周雪儿结束了罗克的电话 又立刻拨了另一个号码 给自己挂号明天的皮肤科 墙角乖乖挣扎了好半天 才站起来 直到阿姨来打扫房屋 周雪儿才想起乖乖的事 拿出包里的药 命令阿姨给乖乖上药 阿姨每天早中晚 三次来家里打扫 跟乖乖需要上药的时间 正好一样 从研究所回来之后 周雪儿就发誓 绝对不会再碰乖乖 她让阿姨把乖乖 关在笼子里 然后又将笼子 扔进厕所里 乖乖缩在冰冷的笼子里 瑟瑟发抖 两只耳朵 很没精神地搭拉着 不知过了多久 她很不安稳地睡着 梦里是她从前在宠物救助站里的画面 也是冰冷的笼子 一个女孩朝她走来 盯着她上下打量一圈 然后弯起毛子 冲她笑得好甜 她伸出爪子 穿过铁笼的缝隙 想摸摸它 女孩边扒拉着她的小爪子 边跟工作人员说 你好 我想收养她 客厅暖色调的布衣沙发上 周雪儿收到林展发来的微信 问她吃没吃饭 又问乖乖怎么样 周雪儿想起白天的事 觉得林展对自己的关注度 还是不够高 所以这次故意没回她的微信 她十分有自信地扯唇一笑 只要调林展一个晚上 林展一定会发疯一样 到处找她 到时候再看 到底是她重要 还是她那个表嫂重要 为了防止林展一会儿的信息轰炸 她直接将手机静音 扔到一旁 打开电脑开始码字 林展给周雪儿发完消息之后 就直接上游戏直播了 直播里跟粉丝一顿嗨 榜一榜二榜三大哥出手豪爽 林展玩得乐不思数 一个小时后 下了直播 才想起点开周雪儿的微信 没有回复 她有点纳闷 想再发一条过去问问怎么了 她打了一行字 正要点击发送 又想起一声微信提示音 她删掉编辑好的文字 退到主页面一看 眼睛瞬间亮了 而当她看见那人 发给自己的微信内容时 直接兴奋的从床上跳了起来 这可比收到周雪儿回复 要高兴一万倍 啊不 周雪儿跟人家压根没法比 她祖宗微信名片的推送 你偶像的微信 林展兴奋的在床上 跺脚尖叫 一直叫得没力气了 才摊回床上 给苏叶回去一条 帅展 表嫂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我这就去家 一日一早 苏叶还没有到研究所 就收到温妮的微信 WN 亲爱的 我在吴军培养室等你 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苏叶在吴军培养室里 见到的都是一些 无关紧要的商业培养 用来练手很合适 但温妮口中所说的重要的事 肯定不是这些 这几天 苏叶就注意到了 培养室里屋 有一道大门 是锁着的 从没见它打开过 吴军培养室 根据空气洁净度不同 分为不同级别 百级 千级 万级 十万级 借数字越小 洁净度越高 他平时工作的内奸 属于千万级 不同级别 对门的材质要求不同 那扇神秘的门 从材质和构造来看 里面的无均程度 是捷径度最高的百级 小耳朵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别忘了 第二百八十五集 他们的秘密 果不其然 到达培养室门口时 研究员们都被温妮 赶到门口候着了 里面 温妮写以着 那扇神秘的大门 手里转着钥匙圈 见苏衣进来 不紧不慢地 朝身后抬了抬下巴 小野 给你看好东西 二人退去淡蓝色的大褂 换上高级的无均服 大门很厚重 打开需要挺大力气 苏衣也帮他了 大门打开 里面别有洞天 两人走过长长的消毒通道 对二人无均服进行了二次消毒 再往里 是一间比外面还要大三倍多的屋子 苏衣是一如既往的冷静 挑着眉眼扫尸四周 这里的无均程度 能达到千万级 他挺散漫地走到屋子中间 那个庞大而精密的仪器处 仪器里冷冻着三管样品 这不是普通的冷冻仪器 而是可以冷冻活体组织 甚至可以冷冻人体的专业仪器 目前世界上可以独立完成 人体冷冻机构的只有四家 而温尼这家没挂牌子的黑研究所 就是其中一家 苏衣也指了一下 你要给我看的是这个 温尼笑着点头 苏衣也扫向样品上的标签 这三管样品是用来提取病毒的 苏衣也虽然认出这是病毒样品 但标签上的名字 他并未听说过 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种还未被正式命名 甚至说还未被科学界认证的特殊病毒 这样专专业的冷冻仪器 只用来冷冻这三样样品 确实有些大材小用 但相反的 也足以证明这三管样品的重要性 苏衣也端量片刻 偏头看向温尼 里面的病毒分离不出来 问尼怂怂间 没错 一开始一共冷冻了十管 可之前的分离时间都失败了 现在只剩三管 苏衣也一副了然 想要检测或者分析某种病毒 首先要从样品中分离病毒 然后提取病毒RNA 研究所不惜耗资巨大来冷冻样品 就说明病毒现在还分离不出来 再检测病毒第一步 他们就被卡住了 温尼特意又看了一眼苏衣的表情 这间屋子除了他和思琴 苏衣是第一个进来的 若换作其他人 能见到这些仪器 一定会忍不住跳脚惊呼 可是他的野宝贝没有 不但毫不惊讶 眼底甚至划过一抹略带邪似的笑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温尼有些放心的 Q导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艾德文教授 在分离病毒方面 是元老级人物 我好不容易才请动他 昨晚他助手临时通知我 说他只有下周末有空 可我明天要出差 下周末赶不回来 也是退不掉的重要事 亲爱的 只有交给你我才放心 艾德文来的时候 你帮我期待一下 行吗 苏衣摸着下巴 思索片刻 行 温尼总算是放心了 苏衣去指 在冷冻仪的罩子上敲了敲 如果这三管都失败了 还能再找到其他样品吗 温尼摊手 无奈摇头 苏衣半眯起毛子 样品是从人体提取的 找不到其他样品 说明那人已经 他看向温尼 感染这种病毒的人 会有什么症状 温尼欲言又止 犹豫片刻 最后知道 亲爱的 相信我 你不会想知道 他们的症状 尤其是默契 苏衣很快抓住 他话中两个关键词 他们 温尼察觉 自己说漏了什么 不动声色地转换了话题 漫腹牢骚道 前七次分离实验 都是我亲自操作的 都失败了 这种病毒结构 很特殊 附着力极强 可难在保持活性的前提下 弯强分离 我怀疑是 苏衣勾勒下唇 接话道 人造病毒 温尼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愣 不知为何 这一瞬间 又从他眼神中 看到某种熟悉的感觉 温尼离开之后 苏衣回到外屋 跟研究员们 按部就班的工作 研究员们都很专业 谁也不会好奇地问 那间屋子里藏着什么 苏衣摊开手心 看着温尼留给他礼物的钥匙 难怪研究所缺钱 常年维持这些仪器 能不缺钱吗 冷冻仪器本身就是天价 一般是国家级别的机构 才有能力购买 而这仪器的维持费 几年累月加在一起 甚至比他本身的价格还要昂贵 博云里为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 是为这个 那刚刚温尼说的他们 难道是 小祖宗们 右下角点赞收藏和评论 第二百八十六集 豪气博总 博云里上午驱车去了趟Z市华尔区 办了些小事 华尔区是Z市市政府所在的核心区域 直到中午他才返回研究所 他跟私情的车在研究所的门口不期而遇 更巧的是 他们下了车都不约而同的往休息室去 推开休息室的大门 温尼和苏也一人拿着本书 一杯咖啡 见两人进来 没什么太大反应 淡淡看了一眼 又默默地收回视线 继续啃书 私情和博云里来的目的一样 就是看着 他们痴迷科学 废体忘食的女人吃饭 他们对这两个女人的吸引力远远不如一个小病毒 博云里坐在苏也的旁边 划开手机 找到Z市某特级餐厅老板的联系方式 点了一份外卖 他只发过去一个字母 B 那边老板就洋洋洒洒回过了一大段英文 大意就是 十分感谢博总裁光临之类的 私情招呼温尼的助理进来 给他们上茶水 波云里看着面前的粉色茶杯 不动声色的皱了下眉 他今天对粉色有些过敏 特别 还是有爆纹的那种 很快 两名穿着精致制服的男人 笑容得体的 提着两大提外卖敲门进来 满满灯灯 摆了一大桌子 私情瞄了眼 那两个男人制服上的logo 靠 这家餐厅 博云里果然是豪气 踩来Z市几天呀 就找到这家餐厅了 这可是Z市最牛的华餐厅 有钱都订不到位子 更没听说过 还有外卖这一服 送餐的人离开 私情拿起餐单 扫了眼 单子上没有价格 但印了一个字母B 私情撇撇嘴 B级套餐 真小气 为什么不点A级套餐 S级套餐 虽然这B级套餐也是非常之豪华美味 博云里把筷子递给苏义 满条丝里道 B 不是B级的意思 他们的餐点 不分等级 私情夹了一块肉 细细品味 巨香 咽下肉 他问 不是B级 那是什么意思 苏义懒洋洋的放下书 是他姓的首字母吧 他也是猜的 之前博士物流私线的行李推车上 可有脖子 所以他猜 字母B也是这样来的 很显然 他猜对了 私情受到了暴击 身子朝前倾 咽珠子瞪得大又圆 这家旁人有钱都订不到位子的餐厅 却专门给伯云里那小子 四人定制了一个套餐 温妮也拿起筷子 往苏义身上蹭了蹭 小爷 你会不会不好好啊 私情眯起眸子 暴击乘以二 整个下午 苏义都在钻研温妮给他的那本外文书 上面有很大的篇幅讲变毒的分离与提取 晚上 四人一起下班 伯云里和苏义一辆车 四情和温妮一辆车 研究所这边的路长且宽 人流量少 两架车得以并驾齐驱 迷人的引擎声划破天际 更让人咽现的是 副驾驶上坐着的 比引擎声还迷人的女人们 就在此时 前方十字路口处 一辆底盘极低的跑车横空出现 转弯的瞬间梦得踩住刹车 十分嚣张 随着一道车轮摩擦地面的刺耳声音 那人的跑车正好横在前面 遍住了博斯他们的路 四情低骂一声 伯云里反应要淡定很多 只是微微地蹴了下长眉 两辆车缓缓停下 横在他们车前的跑车 车身上喷了极具赛车风格的流畅线条 四情仔细听了这人车子的声音 改装过 发动机都是烧钱的声音 罗克西装外套扣子敞开着 袖口顽起一段 搭在车窗处 很标准的Z式本地人长相 但是还是比大多数Z式人要白一些 五官更精致一些 再加上这一身价值不菲的行头 还挺唬人的 他昂着下巴 冲博云里和思琴二人扬声叫嚣 是华国来的朋友啊 Z式物价很高的 钱包够我用吗 不够我借你们点 哪冒出来的傻逼 四情吃笑一声 他偏头看了眼旁边的温妮 温妮正单手指着手机 看助理给他发来的明天出差的行程 旁边车上 苏叶更是淡定 头向后靠着 还在闭目养神 罗克见状唯唯一愣 跟他想象中的怎么有些不一样 他还等着看这些华国佬被激怒后的囧态呢 这也太淡定了 小祖宗们 第二百八十七集 大型求虐现场 刚要开口 手机显示来电提醒 是他的雪儿 反正他拦着去路 对面也跑不掉 便不慌不忙的 捋一把头发 接起电话 周雪儿这边 他将写好的稿子 以邮件形式发给罗克 然后借机给他打电话 别的作家都有编辑对接 知名作家还有专属编辑 而周雪儿 是由社长直接负责的 整个狮子出版社 谁也没有这种特殊优待 电话接通 他先是装模作样的 说稿子的事 听到罗克说 正准备跟这帮子 划过人会会 他才见缝插针的 问出了自己 最想问的问题 罗先生 林斩跟他们在一起吗 林斩 啊 你那个相亲对象啊 罗克挺不懈的 朝对面车里扫一眼 没在 周雪儿冥冥唇 他今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看 本以为林斩一定找他找疯了 可谁知 除了罗克给他的一条微信之外 林斩那边竟然没有任何新消息 不应该啊 还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事吗 他就不担心他出事 通话过程中 私情携撑着额头 一直在打量罗克 这个由头粉面的老外 装逼轰轰那劲 他绝对见过 这边 罗克对着电话邪魅一笑 好了雪儿 我们先办正事 先不跟你说了啊 挂了电话 罗克看向对面二人 挑衅道 我能听出来 你们的车也改装过 怎么样 要不要比一场 他一说要赛车 撕擎脑袋里 叮的一声 就说眼熟呢 他看向博云里 欲气息起的 啊 我想起来了 这家伙是七年前F1比赛的季军 博云里反应很冷漠 罗克听对面有人认出自己 笑得更大声了 真没办法 都怪自己太火 七年前的比赛一战成名 获得季军 那可是世界级的F1比赛啊 季军相当牛了 他扬眉道 别害怕 我会让着你们的 思情文言 着实捏了把汗 当然不是替自己 而是替罗克 七年前的比赛 不仅思情 博云里也在 思情是当年的亚军 至于博云里 不过 罗克显然没认出他们 这也正常 他们参加比赛都不用真名 而且所有选手 都要佩戴头盔 非全职赛车手中 也只有像罗克这种 既高调 又热衷于为自己宣传的 才容易被记住 思情挑眉看向罗克 挺斜的舔了下唇 去去寄军 竟然还想挑战 同一届的亚军和 哼 疯了 还是短目 他伸在车窗外的手 拍了拍车身 博云里漫不经心的 看向他 思情问 要不要陪他玩玩 博云里没什么表情 狭长的毛子里 领着一丝暗芒 他不动声色的 将车子调为手动挡 说道 苏战苏绝 语气极其寡淡 不带任何情绪 死情一审 他对对面的老外 没什么兴趣 不过 他倒是很想再跟 博云里比一比 苏也在闭目养神 没有真的睡着 听到 速战速决 这四个字 缓缓睁眼 片头看向博云里 博云里回头看他 吹眸浅笑 几秒后 嗓音沙哑的 在他耳畔出声 放心 我是老司机 苏也黑线 他不仅是老司机 他还喜欢开车 几分钟后 研究所后山的弯道处 停着三辆号车 环形弯道 蜿蜒曲折 不用人工设账 就是天然的赛道 Z市很多公子哥 会趁晚上没人 来这边飙车 罗克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他提前面人 封了这段环路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任何人 打扰他们比赛了 虽然